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958全球华语歌曲旁榜视频版 你好我是帮主Chloe 你知道旁榜呢上上下下的成绩 每一首歌在不同的名次就很正常嘛 那冠军呢换人当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可是呢这几个星期的全球华语歌曲旁榜啊 就发生了一件我主持旁榜到现在呢 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况 那就是有新歌一上来哦 连续三个星期就直接奉上冠军位置 三个星期都是空降冠军 哇这真的让我太surprise了 那想要知道今天的冠军究竟是谁那么厉害 我们就继续听下去了哈 重点介绍的歌呢是排在我们全球第十一位的十七 永汉十七来自麦俊龙 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有一个故事设定的 有男女主角 其实也是麦俊龙接下来呢 将会跟K 谢安琪一起发的合集当中的是 整首歌曲都是在说当时候的一个故事 那接下来呢 麦俊龙跟谢安琪他们发的这张合集 就会从这首永汉十七开始慢慢的延续下去 一起来听一听麦俊龙的永汉十七 他真的很少唱这么轻盈还有青春的歌曲 那另外一首要介绍给你的歌呢也是一首广东歌 来自张静萱的潜水 那张静萱就说呢 这将会是一个全新的生存法则叫做潜水法则 因为潜水你跳下水的那个动作呢 就好像沉沦一样感觉掉下去了不太好喔 可是呢当你潜上水就要看到的世界非常像吧 鱼儿在你的这个旁边呢 游来游去色彩缤纷的感觉 而且那个世界很宁静 所以同一件事情同一个潜水 你怎么样去看待它怎么样去诠释它 完全就是不一样的状态跟不一样的角度了 换一个角度想世界会更美丽 一起来听听张益静萱的这首潜水 那接下来呢马上就有全球No.3 恭喜花花华晨宇的韩鸦少年 一起来一听一听全球No.2 由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之进退 才不会让你寄我上退 昏鸦少多喝几杯 和你现在哪位 这个星期全球No.1 UTFBOYS的《喜欢你》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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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rl 你有没有一样的感受 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星期的全球三甲歌曲 但是还有一些位置你不知道吧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全球榜单 每个星期的全球华语歌曲榜榜都会用视频版的方式跟你见面 包括了988的YouTube 988的Facebook 还有988play的Facebook 当然On-Air的部分就要你留意 每个星期六下午三点钟 还有星期天的晚上十点钟啦 加我的Facebook也可以 988的ChloeCHLOE 当然还有InstagramCHLOE LMW 我们下个礼拜见